在路上行驶 除了要小心车子和行人外 还要注意可能会冲出路面的动物 霹雳仪宝一名青年一个多星期前 骑车回家途中 因为有水牛冲出路面 导致他刹车不及撞了上去 当场伤重不治 对于道好青年就此丧命 家属难以接受 今天出面要求水牛四主公开道歉 一大群水牛在草地上活动 这种放养方式如今却导致一名青年命散公路 意外是发生在上个月22号凌晨三点多 当时一名只有17岁的矿性青年和朋友骑车 行驶在往来仪宝和宏土坎的高速公路上 但一头水牛突然冲出马路 这名少年闪避不及撞了上去 伤重不治 其他有人则分别受到轻重伤入院治疗 少年的父亲在大半夜接获二号 脑袋一片空白 赶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见孩子最后一面 我去到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走疗了 我心情很难过 很痛苦 到现在也是一样 最好站出来帮我的孩子做个工道 我最好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 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虽然要求四主出面道歉 不能挽回儿子的性命 但马华认为 这种放任牛只乱跑的情况 必须得到改善 业者不能再受到包庇 一些政治人物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插手 每一个施养牛只的业者 必须向市议会注册以外 他们有这个调亏 请不要破坏这个调亏的制度 当地县议员承诺会将问题带入市议会讨论 加强执法 同时也希望民众如果再发现有类似情况 可以立刻通报市议会 让当局采取行动 让悲剧再次发生 NTV7 霹雳采访报道